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良品流入下一工序的原则 在每条生产线的最后都设有品质门 同时将技术性的检验工作交给品质检验人员 他们将一丝不苟地对生产的每一个板金键进行全方面检测 以保证面品质量和精度 车身焊接工作完成之后 白车身会被输送到恒温恒湿三坐标测量室内进行调整检验 测量设备能够对白车身进行360度精度检测 检测精度能够达到70微米 精度误差小于等于0.04毫米 这个精度比一张A4纸还要薄一点点 从而保证了每一台哈佛H6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涂涂车间采用整线全封闭式的生产模式 喷涂及涂胶作业均采用目前世界上顶级先进的机器人全自动化作业 有效保证了车身防腐 降噪 及密封性能 我们来到了总装车间 模块化装配是一大亮点 一方面可以提高装配的效率和质量 包含车门模块 仪表板模块 前后悬架模块 飞承载车型三类底盘模块 提高装配的效率和质量 在这里 每一个螺栓拧紧的过程数据 都会被实时采集并记录下来 保存至少10年 实现了对问题车辆的精准追溯 整车装配完成之后呢 会进入我们的检测环节 由检测线进行严苛的层增把关 以保证我们的出厂品质 在这里 哈佛H6会经历包含胎压检测 巨动力 四轮定位 灯光 淋雨等共计162项各种检测 以及在测试场地通过各种设计路面 以实际场景检测车辆状况 保证车辆出厂品质 看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智慧工厂有了初步的了解 重压 盼装 涂装 总装 检测 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我们长生人对于品质的不懈追求 正是对每一个细节的严格管控 才有了大家信赖的我们的第三代哈佛H6的诞生